歡迎大家來到第二部份 關於TEMPO的程式 上次介紹完後已經有同學問 為什麼好像有些按鈕我按不到 為什麼有些功能用不到 為什麼你那個會斬著著燈 今天我就想說多一點關於比較實用 但是可能在介面上見不到的一些功能 在那個畫面的右上角有個I I就代表資訊論 information 你按進去的時候 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給我們 第一樣選擇就是 我不喜歡黑色我喜歡白色 你按一下白色明亮 然後再按右上角完成 你就會發現整個介面就變成白色 我自己習慣喜歡用黑色 沒有那麼浪費電 所以看到我用黑色 另外一般的選項裡面 有個叫BPM BPM是Bit Per Minute 每一分鐘的拍子上限 為什麼你可以設定這麼多呢 可以設定這麼多 可以800拍 800拍 800拍 400拍 其實已經很重要了 另外 就是當我們數拍子的時候 有機會是需要經常性 關掉拍子機的 所以你看到我電源管理那裡 屏幕始終打開 我是開著了 原因就是有時候 你電話交了一分鐘 或者五分鐘之後會自己關機 那變成有一個麻煩就是 當你部機鎖定了 或者關掉了 的時候 你需要關掉一部機 甚至可能 你說要用Face ID 或者打密碼 用手指毛 你才進來關掉拍子機 都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用拍子機的時候 我會教這個選項 變成拍子機在用的時候 螢光幕會一直都開著 直到我關掉拍子機 或者關掉一個APP之後 那部手提電話 才會自己進入待機模式 就不會螢光幕關掉了 那另外 這個叫做散電模式 就是當你按了的時候 它會在某程度上 是省電一點 但是螢光幕 你看到拍子機 是有機會發慢了 所以一般情況下 散電模式 我是不會開著的 不會開著的 那另外 我先跳了幾個 那想介紹一個 有同學問那個 我想閃一下閃一下的 對了 那我先跳一不講聲音 先講顯示 就是這個叫做 全屏閃力 或者是每拍閃力 那如果 你想拍子機 好像我現在先關掉 好像平常這樣數的 對 這個 廠角彈就會不是斬著 但如果有時候 想有些視覺效果 是更加清楚的 當你把眼光放在那裡 你就會看到 那螢光幕 每個小節 比如現在的人數出了四拍 它在第一拍就會斬 那如果 我想買一團 像是每一拍也斬 這 drawn 你便取 Vert 然後重力 然後才點擊 而且它的設計是不錯的,如果是重拍的時候,閃得比較亮 如果不是重拍的話,它會比較暗 這個純粹是個人的習慣,我自己是用回全屏閃力就可以了 只是第一拍 除了閃之外,還有一些實用的功能就是我剛才沒有提到的聲音 聲音閘裡面,現在看到的是模擬 按進去,你會發現有四種不同的聲音選擇 譬如試試按數碼 有點像買到的電子拍子機的聲音 又或者我想再試試按數碼聲音 可以嗎?可以的 這個就是比較低音的 或者我想再試試按數碼是木的聲音 我們就聽一下 這個就像模仿一些木製三角形 傳統鋼琴,鋼琴鋼琴的學生多數會用拍子機的聲音 當然,你說哪種聲音好呢?其實就沒有哪種聲音好 總之就是,那種聲音能夠讓你清楚分辨到那個聲音 來幫你數拍子機的 我就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 這個也是我最常用的 通常我喜歡是用來預設那個模擬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聲音 當然,我也有些學生已經告訴我 如果你戴著耳機 可能你說我不想用聲音 因為在用聲音的聲音 聽得不清楚 你想戴右邊耳機聽著 他們會告訴我 用低音的聲音 或者是木的聲音 效果會好些 也不會太遲異 純粹個人選擇 你自己可以嘗試看看誰比較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也會有第三集的介紹 拍子機或者其他APP的介紹 如果你覺得好的 歡迎你like、share 或者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